讓靠靠的身體不確實 直到我們感見不醒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同事 還有在教會當中 一起來學習這件事情 我們一起來敬拜 我們的愛 讓世界不一樣 你和我 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 有最美的夢想 一路上 彼此照亮 扶持擁抱 我們的愛 讓世界不一樣 我們愛 因神前愛我們 隨你我不一樣 我們一路長 走往祝福的方向 我們愛 因神前愛我們 心在堅強 也不要獨自飛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諒 有你愛的地方 就是天堂 你和我 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個人 有最美的夢想 你和我 是天父愛的創造 你的愛 讓世界不一樣 你的愛 讓世界不一樣 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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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父愛的創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 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上做我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上做我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神啊 神啊是祢的爱带领祢的百姓和一 主 我们爱因为祢先爱了我们 主 我们每个人都是祢独特的创造 奇妙的创造 主 让我们真的是学习在神的眼光当中 来欣赏每个人神所创造的奇妙 跟每个人的独一无二 主啊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主啊 能够欣赏 能够彼此来看见神放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个荣美 因为我们各做肢体彼此需要 都是要在基督的身子里面彼此帮补 兼顾每一个肢体 谢谢主造成祢的合一 在祢的儿女当中 在祢的教会当中 在每个属神的家中 主 谢谢祢将祷告 奉靠我主宝贵得胜的名求 阿们 各位祷告大军的伙伴 带导的勇士们 早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三节 我要邀请你 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第一节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使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色喜悦 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得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 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主的话 并叫外邦人 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稀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 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经过我们读到这里 罗马书十五章 其实已经几乎到了末了 今天我们要从罗马书的 第十五章来思想一个主题 叫做 叫人喜乐彼此接纳 罗马书从十二章开始 就是一直在谈基督徒生活的应用 那个生活的应用是在 发生在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 也就是在当时候的可能是教会当中 或者在今天呢 面对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群体 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 而是基督徒我们面对基督徒以外 甚至教会以外的群体 我们应当要怎么跟他们有一些的互动 其实整个罗马书在最后 其实保罗总结了两项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其实要提醒我们 这是我认为对保罗来讲 或者保罗所认为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呢 就是整个基督徒的这样子的一个记号 其实就是彼此的团契 彼此的接纳 另外一个呢 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 给人的那种记号呢 就是这一个群体 不论在什么情况里面 他都是喜乐的 我们今天要从这两个角度来思考 保罗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 其实团契其实正是基督教会 或者这些基督徒们 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志 团契它就是一个基督徒 跟基督徒彼此之间所建立的那个关系 他在这里用了一个中文字 叫做什么 担待 担待的意思是什么 担待的意思就是 我扛不住 可是呢 你因为爱的缘故 替我什么 扛 担待的缘故 而担待的说法也就是 可能有一些事情你做不来 甚至你有困难 甚至你有限制 可是因着爱的缘故呢 不是因着好像我比你厉害的缘故 我来帮你 而是因着爱的缘故 我跟你一起来担这个重担 保罗在这里谈这件事情 他还是回到耶稣基督 对我们所做的事情 他提醒 耶稣基督正是如此的 担待我们的软弱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不兼顾人 不兼顾的人 我们甚至是软弱的人 我们不是不知道律法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做不到 可是耶稣基督呢 他不求自己的喜悦 他可以高高地坐在宝座上 审判我们的罪 可是他愿意道成肉身 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这正是今天教会 基督徒彼此之间 甚至教会对他们所在的 这个灵色 或者视为的这一些朋友们 应当要有的一个记号 所以在这里呢 我觉得保罗在这里 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他语重心长 或者他在整个罗马书的 几乎的一个结论的时候 再次的提醒这件事情 然后保罗还谈到哪一些的重点呢 他谈到从前所写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 就是保罗再次的强调 圣经的重要 或者是 当然保罗在写的时候 他所写的这个是圣经 或者经书可能指的是旧约 各位弟兄姐妹 你在看待旧约 看待新约 千万不要把它分成是两本 这是同一本 这是同一本书 旧约其实上帝的救恩就已经 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已经放在旧约里面 只是那个时候 我们不明白不接受 这也正是保罗在整个罗马书 所要告诉我们的 他甚至拿亚伯拉罕当例子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我们都是因为相信 而被上帝接纳 成为上帝的儿女 亚伯拉罕信神 神就算他的义 不是亚伯拉罕有 是神算他的 而今天一样 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 神也因着耶稣基督 算我们为义 所以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 圣经可以使我们生出忍耐 圣经可以使我们生出安慰 甚至圣经会让我们有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 读经这件事情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在这里 再次的强调基督徒的标志 团契在一起 可是这个团契跟这个世界 所不一样的是什么 这个团契里面有一个核心 那个核心是上帝的话语 而且到最后 其实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 彼此同心 经文怎么描述 他说一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各位弟兄姐妹 同心 同心或者今天我们在讲的合一 合一不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一样 我们就是有不同的恩赐 合一也不代表我们的做法都一样 我们就是有不同的做法 可是合一指的是什么 我们同有一位救主 尽管我们有不同的恩赐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有不同的处境 甚至我们有着不同的血统 我们有着不同的语言 我们吃着不同的食物 甚至我们看中的事情不一样 可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那是什么 是福音 可是今天基督徒 今天很多的教会 我们更多在意的是我们的差异 可是我们忘记了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那99.999% 或者是百分之百 我直接这样说了 是因为耶稣基督 这正是今天基督教会 我们之所以合在一起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三节 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所以 提醒我们 再次的做一个归纳 就是所以要彼此接纳 我们不一样 可是他请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彼此什么 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我们 基督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接纳我们 是因为我们是罪人 就接纳我们 然后整个第八节 他就好像引用这一些旧约 甚至许许多多 包含以赛亚书 先知书 好像一个诗歌一样 写在人的面前 要告诉我们 今天基督教会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喜乐 各位兄姐妹 面对着疫情 面对着这个多变的世界 面对着战争 面对着罪恶 甚至面对着许多的饥荒 甚至自然的这一些 好像灾害 各位兄姐妹 不要夺去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 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筑在 今天教会的建筑物比别人大 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筑在 今天教会的恩赐比别人多 今天我们的喜乐是建筑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只有把喜乐建筑在 耶稣基督的身上 如此的喜乐才是夺不走的 所以保罗在第13节 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把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在我们里面 好让我们也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我们为什么有盼望 因为有圣灵 你不孤单 圣灵与你同在 而且在你的里面 永远不离开你 兄姐妹我要邀请你 一起来祷告 我们特别来为我们自己祷告 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愿意担待别人软弱的人 效法耶稣基督 因为当我们愿意担待别人的软弱 会带给人盼望跟喜乐 你担待你的同事了吗 你担待你的父母了吗 你担待你的兄弟姐妹了吗 你担待你的灵舍了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主 谢谢你 主 让担待 让團旗成为孩子生命当中的 那个基督 主 给别人也不能接受 主 可结合 让孩子有爱 主 肯意来接纳他 主 因为有爱 主 让孩子来告诉他 效法耶稣基督 在我的身上 带给人盼望 带给人喜乐 谢谢 神我们仰望你 主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坚强的时候 可以来辅助软弱的人 分担他们的重担 主要让我们扶持跟扶持 不是只顾自己的喜好 主要祢的话说 我们是基督的生子 我们各自做肢体 我们是彼此需要的 肢体中软弱的 主我们更是要起来帮补 使软弱的被坚立成为刚强 将来他也能够再去坚固别的肢体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在家庭当中 可以更多的放下自我的观点 对家人更多的陪伴 倾听跟了解 在教会当中 让我们不是只有单顾自己的事情 而是看人人都是神家里的人 让我们彼此相顾 没有人是外人 没有人是客旅 主啊 也为着众教会支派来向祢祷告 让我们不再分你我 更多的事在主里面连结 愿神赐下合一在祂的教会当中 成就在这个世代 看见那个合一所带下来极大的祝福 主 我们感谢祢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 祢就是我们活出荣耀神生命的榜样 因为主耶稣祢谦卑虚己 祢看顾帮助需要的人 祢舍己拯救世上的灵魂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能够效法祢所做的 能够担待彼此的软弱 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祂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越发能够得着俊美 主啊 我们相信因着我们彼此相爱 当我们愿意献出自己 彼此来接纳彼此服事的时候 我们知道软弱的弟兄姐妹 能够被兼顾起来 需要的灵舍 他们所需要的能够被满足的时候 就能够再一次感受到真实的爱 使他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也都能够充满盼望跟喜乐 谢谢神 我们赞美你这样子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的来祷告 特别为我们基督徒 甚至我们面对外面的世界 这些福音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 为了尊重彼此 或者是一些个别的差异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很多时候基督徒 我们总是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要紧紧的抓在手中 好像基督徒我们买房子要比别人便宜 买车要比别人便宜 买任何的东西都要打折 可是一定要这样吗 我们能不能给别人一些的祝福呢 我们能不能 可能在面对一些事情 好像给一些人一些的鼓励呢 甚至来祝福他们 我真的是想要看到教会 真的是有一种见证 那种见证是愿意来祝福别人 不是只是想要买打折的来感谢主 而是为了买到更贵的感谢主 因为你祝福了他 好不好 我们同声开口 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眼光 让教会可以祝福这个世界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是的 祝福 主啊 我们真的是在祢的面前 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生命 反正这时候我们心里是贫穷的 以致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总是有限的 我们总觉得是不够的 主 但今天你打开孩子的眼睛 好像看见我们是祢的儿女 主 我们有的可以与人分享 甚至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祝福他 甚至很多时候可以成为他 求祢让我们不要紧紧抓着我们所要应当当得的利益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柱子 主 谢谢祢 赞美 阿爸父 我们赞美祢 主 谢谢祢对我们完全的爱和接纳 主 帮助我们能够效法祢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主 帮助我们去尊重个别不同的差异 不单单求我们自己的利益 讨我们自己的喜悦 而是更多的顺服祢的心意 祢的权柄 谢谢祢 帮助我们在祢里面更多的 来顺服学习祢 谢谢主 耶稣 我们的救主 向祢献上感谢 主 祢真的是用行动来教导我们的神 即便有痛苦 但主因着爱祢却牺牲了祢的性命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主 祢是这样的放下自己 不走简单容易的道路 而是走上这条爱的道路 主 来塑造我们的内心 磨炼我们的灵 主 叫喜乐 那从祢而来真实的喜乐 充满在我们心中 以至于主我们能放下自己的利益 接纳彼此 接纳每一位主 祢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 因为主祢的话语说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主 我们爱因为祢先爱我们 再不同 再大的不同 主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兄姐妹 我想要邀请你 特别第三个祷告 其实是很重要的 整个罗马书的一个结束 其实更重要的是 求主帮助我们去分辨 到底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顺服祂的权柄 圣经所说的有一些事情 其实是没得谈的 就是按着主的教导去行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放弃那个差异的 很多时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 可是基督徒我们却把它紧紧抓在手中 好不好 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让我们来分辨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无关紧要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 谢谢祢 主 谢谢祢 祝赞美祢 赞美祝 主 是da 我们一起在祢的面前 好像保罗他自己也向你说 主 他已经得了那个秘诀 因为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 加给他恩典的 他凡事都能做 主 求祢给教会 有知识 有智慧 主 还有能力 有权柄 可以判断 我们把祢所要给我们的 紧紧抓在手中 把那些不需要的 是我们自己想要紧抓的 我们愿意与人分享 主 谢谢祢把荣耀归给祢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有祢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